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就要開始了 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叫Lowrence 我現在在台灣年輕人LINE服務 等一下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我們今天有攤位 第一張當然要幫公司打個廣告 公司的口號就是closing the distance LINE大家都有在用嘛 台灣深刻物理非常高 今天的agenda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closure programming language 裡面一個叫spec library 那相信這邊應該沒有太多人有用closure programming language 但是就算你沒有用spec 就是這種schema validation 然後error message 還有generative testing 我相信這還是可以對你的 你在programming的時候受到不少的啟發 第一個 什麼時候你要做schema validation這個事情 我們看一個系統 它總是會有資料從外界世界來 然後例如說像這個原型的 它可能是API可能是web UI 也有可能是你從Excel做ETL 把資料讀進你的software system 然後從外界來的資料 它可能是很髒的 它可能是常有什麼SQL injection的 所以你要做schema validation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這個library 就是圓形打插的這一塊 那它長什麼樣子 第一個觀念就是說 它是由predicate來組成的 那什麼是predicate呢 就是說它是contraint 它不是type 那我就會講這個說它是contraint 不是type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因為你今天如果你是什麼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的話 你前面這一段 這個圓形這一段你怎麼做 你是不是外界進來的資料 你可能把它進來以後 你就把它變成一個Java的形別 所以你Java的形別 那你可能 你是不是一個 它可能是潮狀的形別 大的形別裡面有child的形別 一層一層堆疊下去 那形別有什麼問題呢 我給你的是contraint 不是行別 那行別的話就是說 你的run time有的東西 你才能夠接受它 可是contraint的話很單純 例如說 我可不可以說我今天這個東西 它要是一個大於5的數字 那大家可以看第二個就是說 大於一個緊緻號 括號大於百分比符號5 因為這個closure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是lisp 所以它這麼簡單就可以寫出來了 然後 contraint就是說 它是用function就可以描述 它不需要用行別 它也可以用行別 它也可以用說 你是不是trine 但是 本質上它是contraint 然後 它可不可以compose 它也可以compose 它可以用and 可以用or 這些方式來compose 那所以也跟 這一點就跟 你在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裡面 用潮狀的行別一樣 它也有or or 有and也有or 然後也可以潮狀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你spec如果說 遇到資料進來不合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產生validation的error message 就是紅色這一段 然後回給user 你才會知道 回給利用這個library的人 你才會知道說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呢 它有一個 今天 當你發現說validate錯的時候 你可以呼叫一個function 叫explained data 然後它輸出的結果 就是在螢幕上這樣子的data 那 什麼叫做data呢 這個在lisp的世界 data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的資料它長成像是json的形狀 好 它不是單純的string 它是像json的形狀 非常容易parse 然後就可以抓到每一個 每一個東西 這種東西叫做data 叫做資料結構 那這邊有一個完整的example 就是說你的資料 是在最左邊那個input data 它可能有name是Peter age21 然後你的spec就是右上角 就是大概五行的地方 然後 一條橫線這邊以後 它就先validate說 是錯的 然後 然後你就可以explained data 然後看說 它的 它壞掉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呢 接下來這邊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說 為什麼它的輸出 你不要給它單純的string 而是要用data 然後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library 應該是要return錯誤的message 用data form 然後application 就是說應用這個library 它才去決定說 你要如何去用 可能是用string或其他方式 來format這個error 那你這樣子你的error 它才是一個有描述力的 因為你今天你會因為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應用 你可能要呈現在UI上 你可能要呈現在你的log裡面 也許你今天是一個大型的分散式系統 你根本就直接想要讓它用data的形式 可以送到遠端的 例如說 資料庫 或者是electric search 所以 它今天當它的error message 它可以不是單純的只輸出string 而是輸出data的時候 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有意義 那我自己又用過很多的schema validation library 它在說描述錯誤的時候 它都輸出string 一旦輸出成string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如果想要 而取裡面關鍵information 都要parse 那這個都是非常大的苦工 然後最後呢 它跟有一個概念有關 就是跟testing有關 我現在在探討說 schema validation 跟generative testing的關係 在講generative testing之前 我們要先講 所謂的example-based testing 有一個概念 一個是example-based testing 跟property-based testing example-based testing 基本上就是各位寫unit test 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想要知道 紅色代測的function 它是對的還是錯的 它可能是一個function或component 你知道它的input跟output 已經知道了 那input丟進去就得到output 那你就知道它是對的 那看你列舉多少 十組、二十組 有cover corner case 你就能夠測出它是對還是錯 但是它有通過不代表 它就一定是對的 也許它就在很極端的case是錯的 那什麼是generative testing 就是所謂的property-based testing呢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這樣子 假如說你現在 你今天你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你已經有第一版的版本 叫做F1 可是它已經是對的 你已經確定它是對的 它的效能不好 所以呢 你又開發第二個版本 它就FN 那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利用F1 來verify你的FN是對的 如果你能夠利用generative testing的時候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辦到 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 你的 你用一個library 叫做generative testing的library 它可以大量的generate你的input 然後大量的input generate出來後 塞進F1 塞進FN 然後如果這兩個出來的結果都一樣 那你是不是可以確保說 FN跟F1的行為是一致了 那這就是generative test的精神 你可以用一個existing正確的東西 來verify你將來的新版本 那一般來講 你有三種方法來寫這種property-based test 第一個是existing implementation 上一章已經講過 第二個是說 你寫一個inverse的implementation 好 那就是說 例如說你今天你想要驗證F1是對的 那如果你能夠很剛好寫出一個跟它倒過來的函數 那你有一個足夠大的input塞進去 然後一個是從左邊塞過去 一個是從右邊塞過去 然後verify一樣這樣就ok了 然後第三個方法比較難 第三個方法是說 你要能夠想出output還有什麼特性 你就可以描述出來說 它是對的 這個generative testing 我們剛剛已經講完了以後 它跟所謂的closure的spec library有什麼相關性呢 這邊可以看一些code 就是說 例如說 你今天如果說你有所謂的int問號 int問號就是說 你今天你給它的是int 它就會傳回true 給它不是int 例如說你傳給它 例如說一個stream 它就會傳回false 這種問號它就會幫你產生neal 然後再看第三個example說string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產生大量的string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 第四個可能大家看不懂這是什麼 這是closure特殊的語法 這個sharp大括號 這個東西叫set set就是說 這個 你如果放進來的東西是club diamond heart 或spade的話 它就是對的 你任一個放進去它就是對的 它就說 你出現就是這四種 它就是說 你可以用集合來作為contraint的判斷 那 這邊的概念是怎麼連結起來 就是說 你今天你要能夠產生大量的random的input 可是這個input它必定會滿足某個contraint 那 你今天你在測試系統的時候 如果你對一個你要測試的function 你用這個spec去描述它的input 你描述完了之後 它一方面可以來做validation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來做generative testing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三個主要的重點 三個主要的重點這邊簡單的回顧一下 第一個重點是說schema用來做什麼 它用來做validation 第二個是說它有什麼特別好處 我在其他的類似的validation library沒有看到說 它可以提供第一個uniform的error message 而且它是以data形式提供 第三個很特殊的一點就是說 closure的這個schema library 它可以跟所謂的generative testing連結起來 schema的contraint可以做為generative contraint input generator的 就是透過它來generate大量input 又透過它來描述input 好 那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剛剛有說有用一個 你有舊的implementation嘛 然後新的implementation 然後用它來比較兩個是不是一樣的那個 那我是想問說你要怎麼確保說 新的implementation有涵蓋到 舊的implementation所有的東西 或者是被什麼時候決定 舊的implementation要拿掉 因為舊的implementation可能是legacy code 就是想要問這兩個問題 好 我先簡述一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怎樣知道說這樣是對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怎麼知道要不要拿掉舊的implementation 好 第一個問題是說 怎樣知道是不是對的這件事 嚴格的說 你就算生成再大量的test case 你都還是有可能會cover不到 理論上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但是 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你今天你寫example-based的話 你願意寫幾組 你願意寫一千組嗎 好 那如果你是用動態generate的話 其實你可以 你除了說你可以設定contraint 給它去讓它generate某些組之外 其實它比較進階的用法 是說你還可以指定說 它的產生的組盡量落在某些特殊的範圍 然後通常你會錯的東西 就是你沒想到的 那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你的input可以是自傳 那自傳會不會有一些很奇怪的自傳 然後導致說你會有bug 那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如果你可以用generative test 那其實這個就可以讓你把這個問題想得更透徹 那回歸到這個問題來講 你今天你程式要沒有bug 我認為最重要的點不是在於test test是補救之道 最重要的是你的腦筋要把這個問題想得很清楚 那你在寫generative testing的時候 然後你是寫contraint 你在寫contraint的時候 你是在描述它的property 那這個過程會幫助你把這個問題想清楚 那我認為這個是你能不能把系統做簡單做對的關鍵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什麼時候要把legacy code拔掉 那我會提出一個很奇怪的argument 你聽聽看 有沒有可能你不要把它拔掉 你可不可以把它留在那邊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你有版本1 那一開始你要寫出版本2的時候 你就把原來那個版 例如說它function name加一個star 然後把新版的用原來那個function name 那它就留在系統裡面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我的答案 那今天的時間已經到這邊 有問題可以私下來問我 謝謝各位 謝謝